今天讲我们全能助养仪的一个安装视频 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面罩 面罩的话一端呢它是插在这里面 一端呢它是 插在这里 它有一个标识西洋 西洋面罩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个助养仪 喷氧枪哦 这个是喷氧枪 喷氧枪的话它的一端这里 它是需要连接一根管子的 要记得把这个打开 然后从这里放进去 插进去之后 要把这个旋转起来 旋转好之后呢 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喷氧枪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取的时候这样 插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毒西笔 排毒西笔的话 它有一个过滤区 在这个短的一端呢 是连接我们探头的 然后在这个长的管子 这一端呢 是连接我们仪器的 看到这里它有排毒 排毒两个字哈 直接插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个助养枪 助养枪的话呢 它也是一头连在管子上 然后另外一头这一头啊 这一端插在我们仪器上 也是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要拔的话也是 旋转应该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个 BIO探头 BIO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要拔的话 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水氧笔 水氧笔的话呢 它是直接插在这里的 插进去 如果要取的话呢 是要先按一下 才能取下来的 然后直接拔拔不下来的 应该记得插进去 然后水氧笔的一端呢 它是连接我们这个笔的 还有一端呢 是连接我们森林盐水的啊 记得是森林盐水啊 然后看到这一个支架的安装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然后再看到我们的上面 还有我们这里的一个支架安装 它是这样子的啊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下 全能助氧笔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插好我们的电源线 打开电源开关 看到我们的下面啊 点击进入 进入之后呢 它有中文和英文的选择 点击 这是时间的调节 吸氧 喷氧 助氧 水氧 理疗 这是一个启动开关 要先做我们的一个水氧啊 点击我们的水 这个是保护了我们的饼 水氧的话 这里有一个水氧 是我们的一个甜品大小的 点击自己的 好 然后永远 好 现在我们的水氧 是我们的水氧 都可以弄它 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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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种水氧 哦 然后我们的水氧 可以过来 很多水氧 水氧 好 它是我们的水氧 接着给你冰箱 盖毛桶 多大的位置可以放点平均匀 在毛桶多大的位置可以放点平均匀 在毛桶较大的位置可以放点平均匀 清洗一大软件就可以了 打开信仰 点击启动 从这里拉上去 从这里排下去 然后所有的都是一样的 拉上去 然后沿着淋巴走向排下去 然后它所有的走向都是这样子 往上 这样子 往上 这样子 排下去 这样子排下去 沿着淋巴排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牌柱系理 这个牌柱使用的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喷响枪 点击 然后点启动 然后这个底面可以放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喷响的 这边黏着皮肤纹理 走向就可以了 变成五项 皮肤的一个纹理走向就可以了 看我们的一个助养筹 就是助养筹 然后助养筹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可以放我们的一个精华液 一定要是稀释的 不能太浓稠的这种 太浓稠它是喷得出来的 然后按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多久 我们就在一个角度中 大概是两边的 一边的那个裙子 一边的搅拌 那是通过 一边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 这是沿着肌肤纹理的走向 然后看到助养腔的话 这里有一个笔帽 如果把笔帽打得越开的话 越大的话 那个撑出来的 巨量它就是越大的 做完我们的助养 直接做理疗 理疗的话 它有这些选项选择 就根据顾客的一个需求去选择 然后看到这个门量大小的一个调节 调节完了之后返回 点击启动 然后看到我们的探头 探头的话呢 它一定是 然后看到两个探头要同同时的接触我们的一个皮肤 等一下这之后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是需要带有一点精油产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润腹产品在上面的 然后沿着我们的一个轮廓线这样子操作 这样子去操作 然后把形状给竖出来 然后我们做眼部也是一样的需要带一点眼部产品啊 这个时候能量不能开的太大 开的太大的话呢顾客就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会有点刺刺的因为它是带电流的啊 就是讲我们的一个西洋最后一步就是讲我们的一个西洋西洋的话呢看到这里有一个杯子 这杯子里面一定要放沉浸水或者是蒸馏水啊它是可以拧下来的啊可以拧下来的拧下来之后把水钻进去然后把它拧回去就可以了哈 然后完了之后点点到我们的一个启动启动好之后呢看到看到我们的一个面罩哈 面罩的话呢这里是需要调节的哈 哦把这个水珠黑色的水珠调到山左右啊调到山左右然后给客户散面膜不许的面膜啊然后 盖上去 啊这个这个面罩的话它的一个操作时间是大概是在啊15分钟左右就是我们面膜吸收的一个时间20分钟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鼻罩啊跟我们的面罩是一样的操作啊就是三层鼻子这一块的一个西洋就可以了 然后然后仪器整体的操作就是这样就是呃说一下注意事项就是我们皮肤有炎症啊然后有皮肤病的患者他是不能使用这台仪器的然后在高烧时候的一个患者也是不能使用这台仪器的这个一定要谨记 俴上脆弱点